看到紅燈還不停 駕駛直接加速往前開 就這麼剛好碰上橫翔車輛 反應不及 瞧對方車身夢裂撞了下去 畫面瞬間反黑 車殼似箭 從另一個角度排得更清楚 本該停等紅燈的車輛為了搶快 連停都沒有停 直接穿越馬路 兩車碰撞後大滑失控 直衝滑浦 誇張的是肇事的油性駕駛 不但違規闖紅燈還大膽酒駕 這一狀不得了 肇事的BMW小客車 車身嚴重扭曲變形 車窗破了不說 根本成了廢鐵 無辜被撞的車輛也好慘 車門凹陷根本關不起來 雖然雙方都沒有生命危險 但被撞的兩夫妻 傷勢卻非常嚴重 七根肋骨斷裂 那鎖骨也骨折 他的老婆啊 那個肝臟破裂 橫哥膜也破裂 肇事駕駛他有闖紅燈啊 然後還有酒駕公共危險 那酒測池達0.56 就是因為喝酒開車上路 才會導致肇事駕駛在絲毫 沒有減速的情況下 窗轟燈穿越馬路 無辜遵守交通規則的兩夫妻 被突然衝出來車輛下壞了 但反應過來的時候 一切都來不及 事故就此發生 衝撞後根本殺不住 直撞路旁滑浦 好在當時沒有路人經過 不然再看一次驚險瞬間 一個沒有注意 駕駛最熏熏 隨時都有可能波及更多 用路車輛或正在行走的用路人 借楊中山宋香林 新北市報導